大捆的干结杆能不能用来生产饲料颗粒 咱们山东龙口的一位田老板 他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位老哥呢 用了两台设备 一台是4.8吨的全自动柔草机 另外一台就是我们多罗260型饲料颗粒机 那这两台设备究竟的加工效果怎么样 能不能把这个大捆玉米结杆直接生产饲料颗粒呢 我们今天就做这个实验 全干的玉米结杆啊 这是我们4.8吨的全自动柔草机 按照咱们养殖户的要求呢 把地址写清楚 山东烟台龙口市 然后呢这是全新的设备啊 把粉旗舱打开 看一下内部 这是五刀机型五把猛钢脆火的大钢刀 都是双面开刃的这个材质 刀片长度呢是27.5公分 带有长端挡位调节 后边的柔草刀呢一共32把 这台机器啊加工效果可不输6.8吨的 那咱们有养殖货在选择这种柔草机的时候啊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养殖啊习惯和养殖规模来决定型号 你可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料斗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一般像在家里边如果养了有一两百只羊 这台机器是完全足够的 下面呢我们配到的是5.5千瓦的纯铜电动机 安装短档啊 现在我们用短档直接把刚才我们收集的干玉米结杆呢 直接给您打碎打碎以后我们撑散四条颗里看一下 加工效果具体怎么样好不好 好了粉碎仓我们扣紧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启动设备 启动 我干的是真利索啊 看一下揉碎效果 这是全干的玉米结杆 直接揉碎的效果 4.8吨全自动揉草机 根茎部分叶子部分都是完全揉碎的 那咱们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直接通过四两颗粒机压制四两颗粒 这个位置得走开 老有些朋友说我这东西中间混合的有其他物料 你看看有没有 长视频就是为了让你看到实际的工作效果 全干的玉米结杆 我们直接测试 二六零星四两颗粒机 这就已经开始生产了 全干的玉米结杆没有加任何的水分 没有加任何的玉米 直接生产出来四两颗粒机 vibe 直接生产出来四两颗粒 光线怎么样 刚才那么大一盆的草料就做了这么多的颗粒 还有下边浪费了有一些 这是个简单的操作流程 大多数养殖户都会把草料打碎以后 添加一些玉米麸皮 玉米麸皮加工效果怎么样呢 第二个实验是马上开始 还是全干的玉米鞋杆 混合玉米 这个出热速度会更快 我们直接启动 先看一下撂仓里边 看一下我们的加工效果 这个是玉米粒混合 玉米结杆直接做出来的饲料颗粒 水蒸汽能不能看到到 温度很高啊现在 这样呢就能做出来 咱们牛羊喜欢吃的饲料颗粒了 这个是我们刚才做的 全干的玉米颗粒 您做一个对比 参考一下 两个草料 是不是做出来了 效果完全不一样 那我是张一 如果您也打算 让我们帮您测试设备的话 你可以在屏幕下方 先点个赞 感谢您的支持 对比较好 对比较好 拍摄了